今日攻破大厦 为我北极开疆破土 率先攻入大厦者 赏千金分万户 杀 杀到如今我大厦各位该当如何 杀 杀 这危险的气息 是什么回事 不过几年没回来 曲曲达达 也敢放我大夏了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达达 该死 回禀天子 北析边境所有势力 都一阐书 无一活口 天子 这边是天然天子 你应该在人群岛吗 那边又一岛 要打败十大首刀人 他出现在这里难道 天哪 那他的实力有多苦 我要拜他为师 帝尊做的不错 天林 我到小外面积来监理了 但是 好像被黑人给围堵了 什么 赵赵赵赵赵 赵赵赵 您 干他 你没事吧 不客气 列列 干妈没事 就是刚才被黑人 撵过的 放心干妈 我来几句 阿弟 我干妈刚刚被人围堵 去查 上台镇历 宴 Drum 它们要是比起 邬毅 又为了您攻入 您柱大厦 他们特意准备了 你 consist اذ enacted 幹嘛好心 City 來我給你介紹一下 這是你乾爹林店員林昭昭 你們倆呀還有婚約呢 乾爹 我女兒可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嫁的 有什麼學歷啊我 沒有學歷 那你做什麼工作 我沒有 沒學歷沒工作 還是一個 Нео 冲啊 不知什麼身份的也小子 也敢想娶我女孩 要不是看在你干妈的份上 我现在就教训教训你女儿 我是不会让你嫁给她的 你见人别说了 爸不用你 我自己也看不上 一无是处的嫁 我要嫁的 可是像青龙战神那样的男人 青龙战神 你说的青龙战神 现在还在那边跪着迎接我 哈哈哈哈 你这干儿子也不是一无是处啊 吹牛就很有一套吗 还青龙战神在里边 还跪着还迎接你 爸新闻上说 四大战神正在下国边界集结 爸新闻上说 四大战神正在下国边界集结 什么 四大战神首次集结下国边境 迎接神秘贵客 哈哈哈哈小子 牛皮吹破了吧 人家新闻上说的是迎接神秘贵客 难不成你是那个神秘贵客 妈你这什么干儿子呀 没本事就算了还爱吹牛 你们就没想过 那个神秘贵客会是我 骗鱼 走跟干妈回家 好 爸 哎呀赵赵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家的 这么不吃了稳住 爸 四大战神要举办宴会迎接神秘贵客 你想个办法让我去吗 哎呀 所有人都挤破了脑袋要参加的 我的人家又是能去 那肯定是他 去过我们身后 要是你想去就罢了我 你 你就别想了肯定没你罢了 若少 燕会在你卫司公司中元举行 答应给我弄三张不上圈 好啊 铁林 你拿干妈妈邀请安全去 不行 这腰简寒都是实名制的 放心吧干妈 没有邀请寒 我也 乔天理 你没那个本质 我们也没有嘲笑你 但是你吹牛算怎么回事 爸 你让他吹 我再要看看 正点当天他能不能进 少了我 这场面会弄何意 这就是四大战神的盛典吗 啊 乔天理 你怎么在这 天理 我来自然策家盛典 你有什么资格参加盛典 你有邀请寒吗 别闹我招兆 我没有邀请寒 但是这场盛典没务 没办法开始 老林 这是你的人啊 我可没见过 这么会吹牛的人啊 哈哈 乔天理 这就是四大战神的盛典吗 你把我冰城腰王的脸都丢尽了 我 老林 你这是干嘛 我这是干嘛 你不知道今天来参加盛典 都非不及贵吗 他在这里捣乱 让这些豪门忘卒 怎么看我邻家啊 我们邻家没有这样的人 保安 保安 发生什么事 这里有一个没有邀请函的人 你们安保工作怎么做的 你知不知道 惊扰了四大战神的后果是什么 非常抱歉 打扰到各位来宾了 先生 请您出示邀请函 我没有邀请函 我是走特殊通道进来的 普通通道都进不来 他特殊通道呢 先生 我们没有听说过 有什么特殊通道 张晓玉 看看 这就是你的好干儿子 先生 请您立刻离开 让我离开 你配吗 让我离开 你配吗 去 让青龙那小子狗狗狗 乔天林 乔天林 你竟然敢对青龙战神不敬 你今天真要打上我林家的身家性命 你才很罢休吗 爹 别跟他废话了 保安 上 天林 先生 不要醉了 您不离开 我们只有动手 上 什么 怎么回事 您不认识我 我不怪你们 但是就凭你 还没资格 对 回去找个好的接骨师傅 把手接手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这可是下锅 最好的安保队 其保安可都是雇佣兵出身啊 他竟不用出手 就像他们震倒在地 别人了 不行 咱们就先回家 干嘛陪你 好 你那么 通知下去 盛典取消 另外管好你 青龙战神到 另外三大战神也来了 他帝队也来了 今天的庆典 污名也太大了吧 这就是青龙战神吗 不愧是下国排名第一的战神 我林昭昭 一定要嫁给这样的男人 看见没有 青龙战神都亲自来了 这宴会肯定马上就要开始了 叫天林 丢人写的东西 还不赶紧我滚出去 滚 我宣布 正典取消 我宣布 正典取消 盛典不过真的因为乔天林取消了吧 他到底是 那个人是 条件没有 四大战神中间围着的那个才是今天的神秘贵客 乔天林 你莫不是得了什么妄想症 以为自己是帝尊那样的人物吧 蛤 一个满嘴胡话的骗子吧 随你 妈 你看乔天林 就知道让我们林家人丢脸 你能不能让他滚出去啊 赵赵 你怎么说话的 你可是天林的问候期啊 天林天林 你就知道乔天林 明天我就要跟爷爷说 看他会不会让我嫁给这种人 你 就行吗 走 赵赵来了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狗都有位置 我跟儿子没有 酒妈 乐乐虽然是狗 但他是家族成员呢 无相据些人 没兴奋没辈子 昨天还得罪了大人物 在咱们这个圈子呀 连狗都不如我 怎么说话的你 好了都被吵了 好 酒妈 我这可是都看在你的面子上 没事 这人 我们林家 可是不养闲人的 特别是年轻一代都很优秀 尤其是我们招招 明日去黑森集团面试 胜券在握 想娶招招 那最低 就是黑森集团的高管 那得是 爸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天灵和招招可是有婚约的 您说这话 不是为难他吗 爸说的有错吗 要学历没学历 要工作没工作 你真的想让招招 嫁给这么一混子 黑森集团的高管 就能满足你了 妈 你听见你干儿子说的话了吗 黑森集团的高管 你都怕难道 舅舅妹妹别吵了 来喝酒喝酒 这是我找人特地买的特性 这一瓶酒好几万的 乡下来的小子 没喝过红酒 这一瓶酒 可是你干一辈子苦力的 都买不起的 今天他就叫舅妈的面子上 你好言好虚的求求我 我可以让你尝尝 逼于百万的酒 你可以给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张天琳 你能不能不要丢人了 哈哈哈哈 哎 见过吹牛的 没见过这么吹牛的 有娘生没娘眼的东西 还想取照照 姐姐就是很大呀 吃天鹅肉 够了说了 说没说完又怎么样呀 哎干什么 干什么 故意刁难 不行 你给我干妈面子 不行 那不行 你还敢打啊 要不我们林家 你还叫流浪狗了 还不让他拿流浪呢 你 妈妈还要杀了你 够了 张小玉 这就是你的好伴儿子 来我设计这个鱼 是想考验考验的 结果怎么样 大家都看到了吧 这就是一个没教养的叶小茂 爸 天莲做的再不好 我去教 但是你们今天一个个的 这么针对他 真是太过分了 都别吵了 乔天莲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和你结婚的 另外 我明天要去黑灯厅面试 你要是有等待 去试试 啊 林昭昭杨嘉禽 过来填下表格 乔天莲 乔天莲 林昭昭杨嘉禽 过来填下表格 乔天莲 怎么会是他 乔王 乔王 一个帝尊 就已经够咱们黑尊集团 摇上三摇 这又是哪位会客 你不知道 这就是咱们黑尊集团真正的主人 帝尊在他面前 也得卑躬屈膝 乔总 乔总 这就是您的办公室 为我黑尊集团的定层 能复看整个病者 不知道 您是否满意 病手在什么 天子可能看我事业之天的人 我母亲的消息查怎么样 回天子 你母亲目前 还没有消息 公属消息 有意思 接着查 今天我倒看看 谁敢死我 要我乔天莲 对了 我刚办的公司 最近怎么样 林刚办的公司 虽然是百年企业 但也经营不深 先给他投资五百亿 最急真的心 乔家明白 对了天子 还有件事 说您干妈的女儿林张张 已经到了面试现场 您的意思是 那就给她的机会 让她借来玩玩 明白 林张张严佳琴 恭喜二位 被黑尊集团录取了 各位请回吧 今天面试到此结束 什么情况 我们还没面试呢 你们这是有黑幕吧 好意 好意 这里是黑尊集团 各位若是有意见的话 请保留 历史班 可不是真的被录取了吗 对 然后明天带资料过来办理录职就可以了 太好冷了 玩不冷 让我们走吧 小赵 你也太性命了 直接就被黑尊集团录取了 怎么了被录取了还不开心 不是啊 我实在想 我已经是黑尊集团的人了 我妈不不还让我嫁给乔天林那个家伙吧 有你说的那么讨厌吗 乔天林 干嘛 你看见我为什么装不认识我 你是不是没脸见我了呀 我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被黑尊集团录取了 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你就不要再痴心妄想 我在那里边是香港的 看着想。 我还不相同和经历 你还不遗憾很差 你还不错 你还不懂 你还不幸运 是啊 你还不幸运 谁还不幸运 你还不幸运 你还不幸运 他不幸运 你还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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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还不幸运 我还不幸运 天麟 跟媽撞大運了晚上也早點回來 咱們一家人好好慶祝慶祝 好知道了 爸媽我被黑尊集團錄起了 真的張張 真的 我們連家真是走了天大的好運了 張張你知道嗎 今天上午你媽那件半死不活的公司 被天尊集團注四五百億呢 實在整個下國都掀起了不小的風波 媽這是真的嗎 是啊媽也很震驚呢 其實 乔天麟 你該不會是想說我媽集團的五百億 還有我被錄取都是因為你吧 你怎麼逼 哈哈哈哈哈哈 乔天麟 你不是想發達想瘋了吧 是你 你讓我笑掉的 爸 你知道嗎 我下午去公司面試遇見乔天麟了 你瞧他怎麼說 我來自己家公司看看 哈哈哈哈 張曉曉 你看你這乾兒子多大能的啊 哈哈 哎這世上要有吹牛能掙錢的行業 我敢保證 也得能夠五百億 行啊行啊別說了 今天啊是高興的日子 快吃飯吧 哎哎那酒給我 嘿嘿 乾媽這一下收到五百個億的投資了 還有沒有什麼想做的 乾媽都是這個 乾媽 其實我來下國 就是為給我們請報索的 不行 嗯 為什麼不行 我說反正就不 看嗎 乾媽 你那牆是怎麼少了一件 有臉分 乾媽 你那牆是怎麼少了一件 有臉分 還不是為了救你和你媽 乾媽 你放心 断着指头 我会让他们拿命来换 天琳干嘛救我 过去的事情 抓了过去吧 干嘛 你放心 他们在我眼里 就是一圈龙一把 瞧天琳 你还觉得天琳 我们家不够多吗 不要让我们下水 天琳干嘛就是希望 你平平安安呢 干嘛 天琳最有份子 帮我一下 干嘛 这事我高 你每天晚上图一次 慢的话两分年 快的话 半年就出去找出狂 你开什么玩笑 我妈在断职都二十多年了 哼 身为冰城的药王 都只跑小玉的断职 一个毛头小子 你哪来这么大的心心 好臭啊 妈 你别去想他哭啊 快扔他吧 没事 死马到活马医 天琳干嘛相信你 赶紧 这是税务高的股方 您把它投入生产 足以让你不得再尝试 股方 您是什么致死人的偏方吧 混账 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不靠谱啊 你知道什么是血股高吗 那是国宝鸡的股方 而且早就已经失传了 老林 这是孩子的一片心意 就收下 好 骗我 你见过天子 当年伤我干妈的 回天子 是槟城黑白两道配手于飞 天子 我们知道你是为人 但是于飞服也早已踏入宗师之间 让四大战神都尽量回来 宗师 这才几天一过化神境 天子面前我也不过蝼蚁 一等追随天子入化神境 已是吃到的事情 四大战神 千岁天子一样 你一直跟着我干嘛 吃干妈让我跟着 这白金公可是兵称排名前三的混 一会进去别给我丢脸 张张 你來吧 恭喜表妹 金融非尊雅真是給咱們老林家長臉了 來坐來坐 大長啊 哥這次來呢也是有一事相交 嗯表哥你說 非尊集團最近不是有個項目 哥的變好一團一直強了 是非尊能不能幫忙哥哥哥 我去當什麼 其實我可以吧 就你一個在林家縫屍負荷的肺 也配 以為要共有缺點 撩子個人嘛 算來賞方嘛 現在這別怪了 劉飛 许孝和天航集團 小天林 你是不是有什麼妄想生 真以為自己是黑尊集團的老子 我表妹聽說黑尊集團了 他都沒說話呢 你在這演什麼呢 哥他就是那樣的人 怎麼別管他來下請他說 來喝酒來喝 表妹這個事你就都費心了 林小姐就不理你了 他做得了 用你管 他上一個我 我扶你笑 是啊 大家可以玩 我可能… 嘛 喂 媽 曹天琳到底做了什麼 黑盾就算真給我拿黑了 啊 我找過你 你不忠用 我找過你 你不忠用 放給他 曹天琳 你可口聲聲說保護我 我剛才受人欺負的時候你在哪 要不是這位先生 我就被人憋惡了 你這個廢物 多謝先生 林小姐不必客氣 舉手受到二人 你認識我 要往林加拿大小姐 誰人不知策 還不知道先生是你 我呀 表妹你沒事吧 您是余上 曹哥你認識這位先生 余上乃是冰城地下之王 你沒虎家的公子啊 你丟掉丟掉 你是于非虎的兒子 正在 啊 正愁有劍沒點啥 自己找手 啊 啊 快點 啊 不在此 我要你十根手底啊 這個怎麼辦呀表妹 別跟我們離家 就是放在那個屁股邊 也沒有人在日子啊呀 你真是狠狠 住人 天上了你要押回去 讓老爺親自處理 是跟我沒關係啊你別看我 人家沒關係 都是我一人 我跟你們回去 爹啊我求求你救救天琳吧 天琳他不能出聲啊 媽他動的可是于飛虎的兒子 我們管不了啊 媽不能不管 天琳他也是為了我啊什麼 雲飛虎可是冰城的地下之王 那小子沒那個能力出什麼風頭 有他死了 那小子到了沒有 就讓他血在血換 是 是 是 你是什麼人 為什麼要傷害我兒子 于飛虎 我給你提示 你追殺過我母親楊雪晴 還斷過我乾媽手指 你老家的私生子 還沒有死 我不活著 我不活著 怎麼娶你狗兵呢 小子 你真是找死 你知道我什麼修為嗎 五十多歲才宗師 沒少造罪吧 此人年紀輕輕 竟然一眼能看穿我中師的實力 這個人不簡單 死到臨口 喊嘴硬 這樣吧 我魚飛虎呢 也不欺負你這個毛頭小子 我給你兩天的時間準備後事 兩天後 我親自送你上樓 這兩天時間 還是留給你 老大 你看兩天時間 不用自己堕了餵狗 兩天而已 他反正是個死 天啊 你再想想爸爸吧 我帶過天理那 他不能出事啊 小玉你又何必這樣呢 黏起來 哎呀我跟你說了 那就是個廢物 乾媽 乾媽 你沒事吧天理讓媽媽看 媽媽 沒事啊乾媽 讓你等級了 沒事就好 你還是要擁抱你 你怎麼來了 你這樣問我你的肝兒子了 就知道 乔天林不止死活 竟然給魚飛虎下了戰術 過兩人要瘀鬥了 再整個冰箱都傳開了 那就是要蠟死 跟林家下水啊 乔天琳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正如他們所說 我給了魚飛虎兩天時間 讓他們準備後事 啊 你看我早就說他是個混蛋 只会拖累我们 现在可怎么办啊 干嘛 你放心 区区一个于飞舞 还输不了你 老天林 都死到临头了 你还嘴硬呢 你知道于飞舞是什么级别吗 宗师啊 宗师杀人于无形 都够你死一万次的了 不仅如此 还有上万的一转兄弟 正朝冰城汇聚 神仙来也救不了你了 那又如何 我就是让他们知道 当年犯下错误的后果是 你 好笑 该你你放心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绝对不会让你们有任何危险 别跟他废话了让他走吧 为了我们林家的安全 你今天必须离开林家 大家先冷静一下 我再想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呀 家都要没了 今天必须把你赶出去 走 林建林 马上离开我们林家 走 你们别后悔 不是 一切都安排好了 天主 一切都安排好了 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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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飞 我让你付出应有的代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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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听说你召集了衣装的兄弟回到槟城 林家当晚就把乔廷那个赶了出去 生怕受到一点牵连 一个没有身份 没有背景的野小子 如今 林家这个靠山 他也没有了 我看他拿什么给我盗 我也英明 这一次不仅能杀了乔廷那个为烧野报仇 还能给槟城所有的权贵一个震慑 这是一箭双雕啊 哈哈哈哈 我要让全槟城的人 都知道我鱼飞虎的力量 那小子没跑吗 没跑 鱼总现在正往咱们家赶呢 哦 这小子倒是有几分学习 鱼飞虎 我来许你狗命 你小子胆子不小 竟敢孤身前来 想当年我鱼飞虎 凭义以之力 雪认了三千铁骑 今天 你敢单刀赴会 简直是一小千坑 单刀赴会 鱼飞虎 要不再看 今天 你敢单刀赴会 简直是一小千坑 单刀赴会 要不再看 今天 你敢单刀赴会 回禀天子 天下宗师十八万 尽数到位 虎 回军听从天子后令 海亚云听从天子号令 暗英军听从天子号令 五道中心回 怎么了 回五道中心回 乔天林水后 全是五道中心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耐 回禀天子四大战神一道 四大战神四大战神 我真是想看你了 鱼飞虎 你伤我干妈杀我母亲 今天的下场 就是你的帮忙 你自诩强大 只不过是我打开夏国的第一枪 黑暗天子令在今 给我踏平瑜伽一桩 等等 不是 你先别说我上路 难道 我想知道你母亲的下落 你先别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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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在我的面前杀人 小弟你追 是 爸 乔天林不会已经死了吧 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杀死一个小天林能用多久 肯定死吧 还好 没有牵连到咱们林家 得罪虎爷哪有死的 谁说我死了 乔天林 乔天林 你怎么还活着 你都没死 我怎么能死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天莲 你没事吧天莲 干嘛打架死了 没事干嘛 有事也是一岁火 查到了 义庄血流成河 无疑活口 四大战神正在清理参局 义庄飞灭了 四大战神 原来是这样的 草天林 你小子运气真是够好刺 竟然碰到四大战神的血洗一桩 我运气好 难道你以为灭一桩的十八万宗师 从何而来 哎你该不会是想说 这十八万宗师是你调来的吧 哎你该不会是想说 这十八万宗师是你调来的吧 十八万宗师 这种下午都没有十八万宗师 你想啊 以后撒谎提前做的功课 这些小子 没上过学 又没工作过 估计连十八万宗师什么概念 他都不一定知道 像咱们这种贵族人家 就多一些理解吧 哈哈哈哈 理解理解 干嘛 重新都没事 只能这么个人 于是吗 你what you want 呢 咱们到底你什么 Buddhist 谁呀 冰城第一金融女魔头孔庆然 他竟然是我的面试官 真的 你真不愧是我林艳远的好女儿 根据我林孙集团救一家 是一件帮送要做的事吗 竟然还能让冰城第一金融女魔头 亲自到家里来登门摆放 你是我林家的骄傲 乔天琳和亲人姐竟然认识 孔庆然见过天子 你就是小弟派来的丫鬟 竟然听候天子僧 起来吧 什么事 帝森查到杨烈海手中有乌乌金的戒指 可能与当年的事情有关 说 杨烈海给我滚出来 来者何人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别废话 让杨烈海出来见我 你哪来的毛头小子 我们杨家的安保是世界级的安保 你在这塞我看你是不要命 发生什么事了 大小姐这里有人闹事 知乎楼王姓名不错 还让楼王滚出来见 朝天理你怎么在这 你跑到我家来发什么疯 子家 那正好 你爷爷欠我一个东西 那不得招招说你这个人谎话连篇 我爷爷可是冰城楼王 怎么会见你的东西 给我滚 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让杨烈海那个狗东西给我滚出来 乔天理 你要是再不知好歹 就别怪我不给招招面子了 五分钟 我要这个人立马消失 五分钟 我要这个人立马消失 受死的 那怎么可能 我再说一遍 让杨烈海出来见我 哪来的混口小儿 爷爷 乔天理说你欠他一个东西 欠他东西 笑 在我杨烈海就不知道欠子怎么写 一个毛没脱镜的臭小子 还到我杨府里三 今天 你必须要给我跪下道歉 杨队长 我们老爷那你给他跪下道歉 这是怎么回事 你到底是什么人 女爷 小天理你放开了 宋师 你快走 我们杨界扔不起这个人 演什么生死戏话的 我来就是来学我们这戒指的 戒指 你说的 是最没戒指吗 这戒指你是从哪儿下来的 你误会了 我好歹是个楼王 我怎么会做那种下座的事呢 最没戒指 受从别人手买的 谁 好像姓林 林圣斌 对 就是林圣斌 爷 我那天去杨家找了那些 听他们说在找什么戒指 这事关咱们林家有个事啊 这还真管咱们林家的事 当年那小子他母亲拿一枚香油宝石的戒指找到我 让我把它转交给小玉他们两口 当时刚好碰到楼王 他对这枚戒指十分感兴趣 我呢 就七千万卖给他了 七千万 是啊 又没有这七千万 哪有咱们林家的今天呢 孙子 这件事千万不能让招招他们一下知道吗 爷爷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说出去的 而且求天林他就是个羞花 别嫌疑红浪 你看我能不能嫌疑 小连林你又打我 你又发什么疯 我妈的戒指到底怎么做啥 戒指什么戒指 我从来没听说过 乔天林 你现在撒谎不成改讹人了是吧 我林家什么身份 他会突然没见你 你不喜欢你 小连林你什么意思啊 我连你妈是谁我都不认识 我连你妈是谁我都不认识 你是不是搞错了 当年老爷子确实没有见过血腔 怎么可能拿走戒指呢 听见了吧 乔天林 你还有什么话说 敢做不敢认识 据我所知 据我所知 二十年前你们林家 还是一个名不见经证的所作 短短二十年就有这么多 从何而来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乔天林 你不会以为我们林家的一片家印就靠一枚破戒指吧 破戒指 这枚破戒指 你可卖了七枪 你们林家能有金钱 全靠这枚戒指 他怎么连这些都知道 乔天林 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们林家好心收留你 你还诬陷我们 你到底要干嘛 乔天林 你真的是误会爷爷吗 乔天林 既然你一口咬定 那你总该拿出证据吧 证据在楼 我看这小的能拿我怎么办 你们要证据什么 好 我给你们 天林 天林 好 这件事我可以不追究了 但是你必须要告诉我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追究了 小天林 今天你要拿不出证据 就必须跪下 给老爷子搁头告练 天林 我 好 你你程天林 我的生命清醒完美 几十年了 如今 去了一个毛孩子 误蔑成贼 这样反正就去 我这老脸就忘了 还是没有没有 我忘了 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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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哈哈哈哈 我天林 你今天必须跪下来 给老爷子科同道歉 否则这些什么 天林 这件事还是算了吧 好 说我 这就完事了 必须跪下来跟我爷爷 科十八个小头 就是不想道歉 跪下 跪下 天林 干嘛求求你了 天林 干嘛 好 好 天林 爸 哦 行了行了 我林生斌还能跟一个毛孩子计较吗 到此为止吧 对不起啊 爸 给那天麻烦了 过千了过千了 回去我会管家好天了 混蛋 就是要给我们惹麻烦 孩子 孩子 委屈你了 干嘛谢谢你 我爱事的干嘛 你为我和母亲付出那么多 我受这点委屈算什么的 我只是想知道我母亲的下午而已 干嘛都知道 天子我们刚刚查到 槟城有中文贩卖情报的地方 老大叫二爷应该会有你母亲的消息 好 我知道 我带你去 干嘛 你知道 冰城二爷吗 干嘛给你问了啊 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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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冰城二爷在哪吗 子玛 让我去找冰城二爷 你可别去找他 那个人事意很大 你要说了什么事 我林家可保不了你 我知道 我带你去 那 virtual zk 你就是那个花钱买消息的 你要打聽什麼消息 說給聽聽 我要打聽一個二十年前的消息 你想的什麼意思 故意找茬是吧 哎 沒關係讓他繼續說繼續說 二十年前有個女人叫楊雪晴 我要打聽他的下手 是不是那個 圍著喬家的資生子 逃到檳城來的 這是他的戒指 你看看能不能給你提供什麼線索 這這戒指 我見過 所以你知道我母群下落 這戒指 我見過 所以你知道我母群下落 哎給我點時間我查查啊 可以戒指還我 啊戒指 什麼戒指 這戒指是我自己的跟你有什麼關係 就是這戒指就是我們二爺的 他都戴了二十多年了 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給你一次機會 把戒指還我 否則後補自負 哈哈哈哈 哎 他這是在跟我說話嗎 小子 二爺我可不是做慈善的 這個戒指 當作你的資訊費嗎 一會我給過你的 是你們自己不珍惜 給我打斷他的腿 哎 讓我出價 楊蓮海 習楊家上下 368人 前來向先生致歉 我望楊蓮海 買我的致歉還帶著全家 究竟我是惠總買了什麼人呢 哎 你們就趕緊把我跟我出見 謝車 臭小子啊 我看 這把人開謊嘛 別讓他懂了 王王大人大驾光 你有失愿迎 有失愿迎 老夫妇代表杨家向先生致歉 王王大人大驾光 你有失愿迎 有失愿迎 老夫妇代表杨家向先生致歉 一些臭小子啊 五哥你怎么看着人 吳二 你好大的胆子 你敢跟先生如此的无理 我我我根本就没见过您说的什么先生啊 八字 你身旁站的这个英雄少年 就是顺大家尊重的先生 我我 为什么 阿奇波斯霸家王已经见过 顺便你想打斗的头 啊啊啊 先生是我吳二有眼不識泰山 求先生饒我一命 先生先生 饒恕你 你是不可饒恕 先生我把劫子给你 你要什么我都赔赞给你 先生饒我一命 可惜 带我走了啊什么 吳二 听懂先生的意思 哪只手带 我 我 我懂啊 我 我懂啊 好了 你一定知道我在此 有一天 留舅尖 他冒队 你我過一天 你冒陋啊 你冒陋啊 那我冒陋啊 我冒陋啊 冒陋啊 你冒陋啊 如何 白草神医的独家骨方血骨高 专制断的 你没老神医的独家骨 赶紧给我试试 我看看啊 疼 断了 据我判断 你这个是内部影头锻炼 正常需要三个月的靠属 但是你要是一会儿我的血骨高 最多五天完全靠属 这东西真有这么神奇吗 试试 快快快 我母亲的下落查得怎么样了 启禀先生 查到些眉目在确认中 你的手指全域了 是血骨高 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先生 的确是血骨高 这好摸我的手指 谁给你 秦家 秦志廷 干爹 我之前给您的股方您用了吗 什么股方 就是之前治疗干嘛断指的股方 那个 找人哪 什么你给扔了 扔了 哎 爸 现象里有一个邀请函好像放了好几天了 秦志廷的新药品发布会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 喂 林医生我的新药品发布会你怎么没来呢 你可以打开电视看看我的冰区 大家看清楚了 这就是我们的新品 十年前长生神医李白草的独家古方 这里是我们的各种林昌试验的结果 记得林医生是我们冰城的药王 我特地给您寄了一小评我们的摄影桩 也不知道我们秦家上市了以后 这冰城药王的义资 我们的血骨膏 重视销售的时候 十万盒一秒钟就抢光了 在这里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事实 听着怎么有点耳熟啊 欢迎使用我们的血骨膏 放在这里 乔天翎 我看就是个造物镜看我林家 因为我们林家要王的位置不保了 以后再拼成能不能立足都是问题 这个天哪有 人家走到今天这一步 都是你 我 薛武高的药方是我给你的 你丢了之后被秦玉剪刀了 你放屁吧 我是把你给我的那几张破纸丢了没错 那怎么可能是百草神医的古方呢 就是你可真能编 你要是真有这种古方 还用低声下气的留在我们家里吗 我看你啊 就看舅舅把你那张破纸给扔了 你故意找事是吧 哎等等 我有办法验证一下 小玉 你把乔天林给你的药膏给我 啊 这是秦志廷寄给我的小样 只要对比一下这两个药膏 他说的是真是假 自然就会知道 这结果啊 显而易见 这两个明显就不一样 你那个黑乎乎的 请加这个晶晶剔透 这两种都是书房 我给我干妈用的鼻子一个样子 情绪医药则用低成本的药材代理 所以它的外观和效果当然不一样 还在狡辩 这是明晚不灵 妈 你快把这个扔了吧 天林干妈想死你干妈呀 天天都在 呦 大家都在呢 怎么一个个脸色不太好 秦平权 你来这做什么 我这不是来看看林书 顺便 聊聊咱俩的婚姻大事 你别做梦了 我就算嫁给一条狗也不在 以前是不可能 现在 如果我们秦家不收手的话 我们林家在槟城 就休息 林书 只要把乔兆嫁给我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这秦家和林家 谁当药王不一样吗 你无耻 哎 你们家的股药方是怎么得到的 我听说是你爸爸捡来的 什么 什么这药方可是我父亲 在神医手里花大奖钱买的 听见了吗 乔天林 你真是不要脸 林书我父亲要置你于死地 只有投靠我 才是你唯一的出入 第一 你们林家 以后就投靠我们秦家 交出去很高股方 第二 找找嫁给我 让我嫁给你 你休想 过几天 你们这境遇可就不一样了 投靠我 才是你们唯一的出入 舅舅啊 实在不行 咱就把药房的位置给让出去 这不就行了吗 你们都不了解他秦之亭 他和我逗了二三十年了 现在出现了这么好的机会 他一定会把我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 难道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只能是走一步开 只能是走一步开 喂我是林店员 林董 冰城已经超过五百家药房 陆续下架我们的产品了 我们总共十八亿的订单被退回来了 爸 我民下资产被冻结了 秋秋 我这车别人被砸了 其实我可以帮你们邻家摆平这件事 只要你相信 其实我可以帮你们邻家摆平这件事 只要你相信 曹天琳 你能不能不要再添乱了 我林建源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拿什么摆平 建源 那好 我不管了 天琳 爸 刚刚有新闻爆出说 我们临时药业药品质量有问题 被公共的瘋狂拟制了 想的不用想 肯定是他们亲家在捣鬼 琴之琴是要把我林家 往死路上逼着 废然 要不把土地装置那股百亿 全部都拿出来 反正驱发高和养血丹的股方 还在我们手里 我们两家公司联合起来 还是可以抗衡的 那笔钱也只能暂时解决困境 但最终的结局还是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 这血骨高的股药方 至少价值千亿 远比我们想象的有可怕的多多 你知道因为你们临时药业 我们家的公司也没过气道了吗 爸 你想打电话 付我网款 之前代表带老人是老三 老三出现在黑名大了 我怎么办 怎么办 我也想知道怎么办 临时药业刺激令一段烈 我亲家的几家公司 都将面临破产 那就让建源向秦氏医药求和呗 这样就可以保全我们 我们临时药业当初发动 你们一个个犯感觉不够不够做 现在出了事都做得远根的 现在是林家所有人都受到这 照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都很危险 如果想出现 林氏药业的机 没了 那不是人用你媳妇的公司吗 你是说张小玉的张氏药业的 对呀 我就是不甘心 就这么着就被亲家给打败了 建源 我支持你 这样 我先生才我把黑城经团 投掷那500亿 先打给你救救机 真的吗 当然了建源 我们是夫妻 本来就应该互相扶持的 我现在就去给咱们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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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哥 建源 你们你大小在这干嘛呢 小玉啊 我只为了一件事 就是拯救我们林家 当年你跟建源一人一张 互不干涉 现在我们林家到了最危急的时 你是不是也该表示表示 拿出那张 还有 公司的大权也交给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昨天我不是刚把黑城集团 投资那500亿打给林氏吗 你们林家还是不是 出了事就知道拿我干嘛 的 小天理 我们林家的家庭会议 你一个寄人林家的外星人 插什么嘴 妈 我们做这些都是为了 而且你身为林家的一份 哎 就是 小玉啊 我们也不逼你 下面咱们全家军手表演吧 你们商量好 我干爹干妈一家人加起来的 你们多 臭小子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下面 同意小玉 把 和公司大权交出来的军手 我可以交给你 但是张摄教业的股东 是要通过 但是张摄教业的股东 是要通过 董事大会 不可以交给你 你 我可以交给你 我可以交给你 但是张摄教业的股东 是要通过 總是大家會決定 天蓮 對不起啊 你今天只能把群在這兒了 是幹嘛被我照顧好的 乾媽 您別這麼說 您對天靈的恩情 天靈這輩子還不完呢 傻孩子 什麼 秦氏妖艷要在一週之內推出心態的驅發高 而且市場定價低於林家 原來林家早就跟林家秋格了 什麼保全林家 直播是為了搶著我的股份和公司罷了 為什麼 你會當你的資料就出來了 你會當我還是招式集團的很多空 我是不為了他們的角落招式 張董您招呼收買了董事會的人 把您罷出了 我們誓死抵抗 但是你女兒把所有反對的人全部開除了 天靈 為什麼我去親戚的人卻如此背叛我 乾媽 你放心 你失去的一切 都會為你脫毀 建元 說什麼購買那保全林家 最後只欣賞我一個人 我們這麼多年的夫妻感情 就這麼不值錢嗎 二媳婦 你也別怪老爸 保全林家 也是你應盡的義務 這麼多年 你也沒手 沾咱們林家的光伏式 建元 你也是這麼死的嗎 媽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保全林家 而且啊我們林家現在 我看有的人 你沒有必要非理賴在我們林家了吧 是啊媽媽 朝天林在我們林家只會惹麻煩 把他踢出去吧 不行 現在只有別兒子 非理跟我一起 小月 要麼他走 要麼你們兩個一起順頭林家 媽 你明顯的資產都被凍結了 你就讓朝天林滾吧 教授 他讓我失望了 小月 難道你寧願跟著這個 喬天林去睡大街 也不願為了我們林家 低一低頭吧 好 這個虛擬家裡的林家 我不得也罷 好 既然你們如此對著我哥哥 你就別管我的話題 天林 對不起啊 乾媽讓你受委屈了 不過你放心 乾媽一定不會讓你陸中間的 乾媽 你放心 我都已經安排好了 乾媽 以後我們就住這兒了 天林 這不是哪兒子 你怎麼忘了得見嗎 歡迎歡迎 歡迎先生和張理事 入住我們龍山別墅 歡迎入住龍山別墅 乾媽 我真的就也沒想到 我住這冰箱第一別墅 而且還可以讓我記住 乾媽 你放心 不僅如此 你失去的一切 為何一一放棄 現在的情況大家也都知道 我的要求很簡單 冰城需要一股新的要望 這個要望只能是我乾媽 張曉 至於資金方面 資金黑森集團轉為一千億 隨時供天子釣用 好 藥品消息遲到 你哪有 明白 這是屈恨膏養生單的感染法 還有屈恨膏的藥包 需要的藥材都夠巨大 有多少藥多少 七火乾媽就是雞子 零強 我讓你付出的愛情 你喜歡你 要藥物 抵典 變籃 或少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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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這 指 方 就 什麼 什麼 你要把之前投資的500億收回 同小姐 這不好吧 投資的錢我們都用了呀 再說了 這哪有投資又撤回的呀 而且這算是違約吧 合同 都是用來說服弱者罷了 我黑森集團就算真的想違約 你們林家敢收這個違約金嗎 你放心 冒昧的問一句 不知道黑森集團為何要撤資啊 我黑森集團認證的投資人 只有張曉玉女士一位 你們誰都代表不了 違約的是你們林家 兒子 是這麼回事嗎 好自為之吧你們 哎 沒有這500億我們林家拿什麼崛起啊 爸 要不你向媽媽求求其他讓他回來吧 不是 只要曉玉能回來 那五百億就能到極 大不了 讓那灰小子再回來 對 小玉回來了 喂 天蓮 干嘛 我聽說黑森集團是會死啊 要來如此 我打電話不是 只是為了弄我反應 干嘛 你在那休息一天就當放假了 你放心 我會讓林家上上下下都來 八大九 認真 先生 先生 先生不好嗎 平城所有藥材都被壟斷 禁止 向任何人收賣 我 平城所有藥材都被壟斷 禁止 向任何人收賣 那龙盛集团呢 之前和我们张神药业一直合作的 张总现在所有的药材渠道 都掌握在秦氏的手里 龙盛集团是吧 我亲日去和我 我不是已经说了 今天谁也不见 你谁啊我说谁不重要 今天我来是跟他合作的 哈哈哈哈 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矛头小子 你知道这是哪吗 想跟龙盛谈合作的人多得去了 最起码得沉沉三选 还得要百天一遇 你一个矛头小子 你凭什么跟我谈合作 你或许不认识我 但是你一定认识我干吗 张晓玉 张晓玉 今天合作谈不了 这样 其实出多少 我运出双倍 只要你手里的所有药 你不买 我说了谈不了 你赶紧走 那你停会儿 小子 你别怪我不过去 我跟小玉的旧情 秦家 现在在槟城一家堵了 就算我答应了你 秦家 他会让我好过吗 人家 把张晓玉当成妻子 保全自家 你说 我会跟一个妻子才合作吗 这个很简单 因为冰场 马上会出现一个新药 代替情人 谁呀 我怎么一点切切都没得到呢 就是我的干妈 张晓玉 就是我的干妈 张晓玉 张晓玉 哈哈哈哈哈哈 小盒子 你开什么骨结玩笑 现在血骨膏和脆红 都在秦智晴的手 连林家都没有帮助 药王的存号 张晓玉一个女 靠什么 这个我自有办法 你只要跟我合作 好处自然少不了你 如果我不合作呢 我念在你我干妈是老婆的算数 叫你 刘叔 本来呢 不想对您不敬 但是 如果您不合作的话 那就 哎 哎 你的画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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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跑 还跑 不用打了 不用打了 都不用 是哪个不要的 敢在红书集团杀业 不知道龙顺叔婆在罩着的吗 是哪个不要的 敢在红书集团杀业 不知道龙顺叔婆在罩着的吗 小小子 四大战神才是楼村背后 认证的老板 小小子 你怎么不说话了呢 不会是见到我们来了 腿都吓着我吗 我是怕你们吓得归到腿 这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说 是吧 白天天子 赶紧归下 神下来里做不了你 天子 不知者无罪 还请您高抬贵手 饶过他 天子 你把我伤 药杀的事给我放好 其他不甘味的节奏 请天子放心 龙顺集团一定将所有的药材和互物 交与您干妈手动 另外 我还会联系新的供货渠道 龙顺集团 定将支持您干妈作为病症新药王 起来吧 后面的事无二 但是这病症会不准确实 这病症会有名的 我还会有恮性 因为我肯定说 你这么想把这病症去 你自己想把这病症去 请起来 我说关门 我我说调的 我说当时 我要稍微 我说我 唤不说明 你是怎么办 我的 我有点 所以是我有点 你这么多 为了 我说不 Risk 我也不算是有点 我说不算是有点 我在這兒快來救我啊先生先生 交出養生丹饒他不死 否則別怪我心狠手辣 先生我剛剛喝酒 把咱們生氣般養生丹 能夠增強那年年一週的功效 跟你說夢嘴嗎 放了 哈哈哈哈 哇 你不愧是希望這個長相 紅的一樣小孩來救你什麼 你懂什麼 我們先生的心靈可是碾牙 廢虎一般的充散 哈哈哈哈 我倒也看看你這個娘母親親的小孩 如何碾牙我 花拳秀腿別以我怕了你 那可是我頭龍板的地盤 先生說啊 先生輸啊 不對 先生怎麼說寵啊 給你龍爺磕三個小瘦 我饒你一命 長小毛 你好好看看是誰饒了誰一命吧 我不是剛剛先生拽你那一下 你早就和那個玻尼碎片見眼望眼了 根本就連先生的身都禁不了 我瞧見你 無懈用這種事我算啥人 恭喜先生救命之人 您打人不知小人過 從此我同胞 林宋孫 哎哎哎 快點給我解開我 我還幫人呢 哎呀哎呀 老爺 委屈了 小飛啊 我小公子學生 您和我說的好話 你問你 好說 你會出去和我們新娘 你會選擇 警察 等一下 你會展示 你會試一點 好嗎 你不會找我 你會再找我 喝喝酒 你買那麼多藥材 是想幫助林家東山再起嗎 我的目的不是東山再起 而是滅了 成為新的藥 我 我的目的不是東山再起 而是滅了 成為新的藥 哈哈哈哈 你開什麼玩笑啊 我們請點是你想滅就能滅的嗎 實話告訴你 張小玉的古方 我們已經拿到手裡了 你的那些藥方 都只是垃圾吧 垃圾 知道你在說著 我們的銷量動輒就是百億 憑什麼說它是垃圾 你是眼紅了吧 聽明拳 撿來的古方好用啊 胡說八道什麼 這血骨膏古方 是我們花大賺錢買來的 你說它是撿來的 你有什麼證據 好 你要證據是吧 我就是證據 因為那股包 就是 好啊 你就是證據 你今天走得出騰龍酒吧嗎 騰龍 包 又是 少廢話 給我上 變成 太棒了 你 我 猜人啊 小姐你一條胳膜 我給一半萬 把他都給我女家來 我給五百萬 我雞皮嘴說到做到 啊 高 你高 你來啦 老爸你肯定了 撒克來了 九天鱗 你死定了 這次古方的秘密 一定會隨著你這個煩惱 我讓你做惹你的 你死定了 這次古方的秘密 一定會隨著你這個煩惱 讓你讓你讓你 大小龍 你什麼意思 趕緊給先生道歉 我求先生饒你一條命 大龍 這頓酒我可沒喝好 你們都不聽好了 以後見的先生就像見的我 誰敢犯錯荒歸此後啊 這小子 故意了 大小龍 可是老子請你過來辦事的 你們偷偷摸還有沒有規矩了 跟老子講規矩 我的規矩就是規矩別的 家我給你賣一個 的 你再給我 你來 你去拿掩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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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别这么说 多少钱 您好一共四十九位 女士您的卡已经被冻结了 不好意思啊 你稍等我再找一张 不好意思啊 你稍等我再找一张 妈 别找了 你所有的卡都被冻结了 跟我会凌驾 只要你放弃乔天琳 一切都好说 林赵赵 你是在威胁你母亲吗 赵赵天琳是我干儿子 我不会像凌驾一样 为了保全自家 而保去亲人的 妈 你一定要执迷不误吗 赵赵 你要是认我这个妈 你就帮忙把钱付了 妈回去就不管你 对不起妈 这个钱我不能付 乔天琳 你要是个男人 就自己把钱付 钱受我付了 我来付 家晴 你为什么抱乔天琳付钱 赵赵 其实你可能是误会天琳哥了 其实天琳哥 他比你想象的 又有本事的多 阿晴 你疯了 为什么抱乔天琳说话 没有人编我 更了解这个软翻译 是不要脸的闹着 够了 赵赵 妈不许你这么说店里 你快走了 妈 早晚会后悔的 谢谢你 不过我乔天琳 不喜欢花女人的钱 就这么点钱 还不至于拿出 你这张至尊黑卡吧 这是我们家商场 直接寄我账上 明白小姐 这个呢 就当是我之前 对你不礼貌的一个赔罪吧 对了 我爷爷说到了点丰盛 请两位来我们杨家一句 说是新药发布会 可能出现了点问题 爸 你的消息可靠吗 怎么会传出 杨家为新药王庆统的消息啊 当然可 你知道那个庐盛集团吗 他们现在在到处搜集药材 哎 你那个好闺女嘉晴 没给你透露点小道消息啊 杨家晴不知道犯什么毛病 既然替乔天琳那个混蛋说话 我回去就把他拉黑了 哎别着着 小路人则乱大摸 现在咱们人家 不存钱了 所以呢 要抓住一切机会 不管一个新药王他是谁 只要能攀上关系 路死谁是才不一定呢 不好意思 这边是杨家的私人养股 没有邀请罚 不可以进去 哈哈哈哈 王大哥 一点小意思 让我尽心 我们就行 你这边侮辱谁呢 我告诉你 我们杨家的所有安保队员 只听从杨家的里面 想拿这点钱 送我 赶紧给我拿着钱 你 哼 小玉 妈 你这几天去哪了 我很担心你 我去哪 你管得着吗 毕竟我只是你们邻家 可以随意争气的棋子吧 小玉啊 别说气话 原来都是被逼无奈的 要不是黑森习宽撤资 好怕你连个电话都不会做干嘛 是我们邻家的事 你差什么嘴啊 什么 赶紧去哪 当然是三家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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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法恩大哥 他们没有请柬 为什么能进的 废什么话 这是我们罗王最尊贵的课 当然能进 怎么可能 难道是和家禽人的关系 不对 罗王就算是再宠爱的孙女 也不会在这件事情里面 好 我知道了 你不得适了 和你妈妈有点交情 乔田林真是太嚣张了 不知道的以为是他带妈妈进去的呢 你也不管这个臭小子 现在关键是 你妈妈和新药公伙 是什么关系 装的人模狗样 看到大官显贵还不是像狗样 给人人上去 真是耳瞧不起 恭敬冰城新药王 田林 这新药王是谁 谁呀 什么 是我 没错 张总 我们即将在新药发布会上 公布你名下的三款新药 然后正式宣布你新药王的地位 药已经全部生产 肯定在发布会之前完成您的要求 可是天莲 这去八糕和养生蛋还有骨血糕 这三大股方可都在勤家那里 你们拿什么个人的皮 干嘛 你相信我吗 那就好了 天字也不早了 你先去休息吧 我和他们还要上班 说吧 查到什么 秦志廷已经开始行动了 说吧 查到什么 秦志廷已经开始行动了 眼下最重要的是药品的生产 我最担心的是他会在这方面动手架 我们是在腾龙酒吧费的 如果他要行动的话 第一步 可能先会找上我和小孩 先生放心 秦志廷成不了什么气候 别说秦志廷这个小虾 你 就算是槟城四大家族在我眼里 你先去休息吧 明白 先生 我有仪式相求 什么事 我这功力啊 半年真的都没有进展 不知道先生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你才办不宗师 说的也是 跟在我身边的人怎么能说过机呢 那就先变宗师吧 真的吗 真的有什么办法可以立刻让我变成宗师 没那么忙 真是武器 疼死了 你丢不丢人 唐小龙 像是个人 堂堂的 腾龙棒的方主 居然在接受真气的时候 疼晕过去 你运气是谁 嗯 哈哈哈 我都宗师了 我都宗师了 像我成为宗师 这是多长武道中人 一辈子无法企及的梦想 先生 您只是这一转 就帮唐小龙 抓成了一代宗师了 我打开了你经办阻塞 让你修炼的气径 可以游走 收获自己 谢谢 谢谢先生 師父 先生果然不出你所料 親家人還是對腾冗包鬥爽吧 禁支天 你敢對我兄弟殺了你 黃小龍真也被你在 stret無法無天了是 人我兒子也敢篩 我殺你幾個人 就算便宜你 你兒子是我廢的 不過對付你這種小嘟嘟用不著我之手 小龍 檢查明白 小龍 檢查明白 你們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 這位是我從中州請來的宗師 獨孤爵專門對付你們 這個孤獨爵到底是什麼內地 怎麼了 太怕了 你們如果自斷四肢 向我兒子陪你道歉 我可以讓你們一條狗廟 中州的人來管我冰城的事情 我看你是招死 差點忘了 我也是五道宗師 孤獨爵啊 動我騰龍幫的人 你付出代價 你區區半部宗師 敢和我六部宗師過招 找死 呀 先生 沒有給你丟臉吧 先生 沒有給你丟臉吧 purple publication 這個 io 這個 所以司令神 就是 那個 或者那麽 我的事 我就是 有话说 先生 在我们槟城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就是一般的新企业 是要去拜访龙头的 龙头是谁 先生 槟城的龙头是五湖商会 槟城顶级四大黄门渡郭宅艺 很多企业富豪组成 控制着槟城将近三分之二的经济 他们的产业和势力 在槟城是无所不及 可以说是一手遮天 得罪某王你可能没地方住 但是得罪了五湖商会 这死了连尸体都找不到啊 没有人可以教我做事 我乔天林还就天不光 天林 我 是不是当你谈这事 没事干嘛 天林 既然给我打电话了 你收拾机还是不接 干嘛你想接就接不用管 你这么长时间不跟他算什么 我打算过了就离婚 杰宇 我以为你自己知道错了 原来你还是这么固执 好啊 我同意离婚 三天后 明正举监 杰宇 不是这个意思 天林 我以为他知道自己错了 他仙人竟然还拿离婚没想 干嘛 你别诚心 三天后 我会让他们后悔做出这个决定 哭着来确定的 爸 你不是说下下小玉他就能回来吗 他怎么竟然真的叫大姨和我离婚了 你还好意思说我 自己媳妇都管不了 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 哎 是啊 舅舅 你怎么还让舅妈给打捏下了吗 怎么离家的男人 不能这么没有出现 你别吵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让我爸妈回家 没错毕竟小玉要是不回来 那五百亿我们就得还你黑分鸡鸾 这么晚了谁是会来 来找找去开门 爸是一份要讲 新希望药业特邀邻家参加新药发布会 新希望药有谁听说过吗 反正三天后去参加那个什么新药的 发布会就知道是什么人 这这个时候入场估计还没发展起来 就会被我们或者秦师医药给吞了 爸 是不是之前罗王燕尾上的新药网啊 等到时候参加新药发布会 我都知道了 爸 你是赵老爷子和他孙女赵飞吗 赵家人居然也来了 这赵老爷子可是槟城 唯一称得起医生的人 槟城有将近一半的医学专家 不是他的学生 据我所知 秦志庭得到血骨高后 第一时间就去拜访赵家 而且捡股堂的原件给赵老爷子看 只有赵家同意 才敢生产和上市的 你好年轻人 请问你是赵家的医药代表吗 没错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新希望有没有找过赵家打过招呼啊 完全没有 这新希望药也一看就是新手 连依照赵家都不拜访和打点 这不找死呢吗 我们人家就算是在最巅峰的时候 也未曾敢怠慢过赵家 所谓的药品发布会 只不过是一个闹剧罢了 赶紧结束吧 好快点把我妈接回家了 大家好 我是龙胜集团的刘德胜 这次作为特邀嘉宾 来组织 新希望药业的药品发布会 这新希望药业的新品 长啥样啊 秦总 你先别着急 接下来 我为大家介绍 新希望药业的三款新产品 新希望药业主打的第一款产品 就是改良的养生丹 它无计能提神补脑 而且还有加强耐力的特效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剑原 我怎么知道吧 新希望药业的养生丹 古方是改良后的完整版 临时药业的是残缺版 两者完全不一样 什么完整版的养生丹 那这疗效不亚于我的血骨肝了 如果真是这样 别说你林家 那我们秦家 也会受到波及 大家都先别着急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介绍 新希望药业主打的 第二款产品 就是 去恒高 相比 临时药业的去恒高 故方 新希望药业 依然是改良后的完整版 这怎么可能 我和小鱼得到这两个股 已经二三十年的时间了 我们一直在寻找 有机会将其恢复起原版 便许许多大事最终以失败寥寥 谁希望 这到底是谁啊 有着通天的本流啊 你希望这两个完整的古方 做悟一年 我们和秦志亭了 怎么样干嘛 我送你的惊喜 你还满意吗 天理 你今天找人把去八糕和养生丹 这两种古方 都改成到完整版了 这种程度 一刀至少四五十载吧 别着急干嘛 精彩 还在后边 新希望耀眼的养生丹荷学股高 低价比市场低价 低百分之三 可新希望真是不想让我们活了呀 爷爷 这什么意思呀 按照现在来说 这两只古方是完成完的 而且 价格跟我们一样 这会对于我们林家 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而且还要低于市场价的百分之三十 这是 这是要治我们一个死力呀 感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 我为大家宣布 新希望药业主打的第三份成品 血股高 这不可能 不可能啊 这血股高的股高只有我有啊 这切取我们秦氏的药方 这可是犯罪 放心请走 这跟你们秦氏药业一点关系没 新希望药业的血股高 比你们良效好 成本也比你们低 定价也比你们低 百分之四十 不可能 新希望 是由数据说的 大家手里都已经收到了 新希望这三款产品的 鉴别书和审批手续 以及冰床的数据 大家看了也就明白了 新希望那三款产品 由夏国 什么你怎么办啊 顶尖的医学机构 最重要关键的是 由夏国最有传威的建议 国医馆 新希望真的太可怕了 就连秦氏情理血股高 都没能过过国医馆 国医馆 他就有三种要防护的 好 来 冰城的药业 要变尖了 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简讲 首先欢迎 与新希望药业 深度合作的伙伴吴二先生 接下来欢迎 唐小龙先生 今夏世界的美食力都来了 新希望药业太恐怖了 我吴二 对新希望药业 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和支持 各位 唐小龙 今天把他放下 谁给新希望药业为敌 就是跟我唐小龙 和腾龙帮为敌 哎 两位 你知道吗 唐小龙啊 从半年中 是竞争的中师级别了 新希望药业啊 拍面太大了 接下来欢迎 杨氏集团的董事长 杨连海先生 是 楼梁也来了 我宣布 我们杨氏集团将与新希望药业展开全方位的深度合作 我们林氏虽然之前是槟城的药王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跟这些大集团合作过 他新希望一个之前没有一点名气的小公司 居然能和龙王打着关系 真是不简单啊 还有最后一位费宾 也就是我们黑尊集团的负责人 也是下国金融女王孔庆然小姐 我代表黑尊财团跟新希望药业展开全面深度合作 前期先投资五百亿 齐叶 这五百亿是不是黑尊 刚才怎么在撤走那五百亿啊 我明白了 黑尊集团跟小玉投资 是看中了养生丹 棒了 最后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新希望药业的负责人 走吧干嘛 我们也该上台了 是时候让林家知道新药王是谁了 等一下天灵 怎么了 如果我以新药王的身份出现 全冰城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聚集到我身上 其实这对新希望和我来说都是不利的 而且我也不需要你干爹 因为我是药王的身份请我回去 一旦有一天我失去了这个身份 他们还是不会回来 张作说的有道理 现在太高调确实不好 而且已经有人盯上新希望了 好 那我听干妈的 要是因此让干妈陷入危险之中 反而得不偿失 那我们一起上来呢 我没看错吧 这人模狗样的是朝天林 哼 是那爷小子 爸你看是我妈 新希望幕后的主人 不会是张小玉吧 小玉 新希望会真是张小玉的吧 我原来认为他能是保护他 看来是能听他的梦 小玉怎么加入新希望对啊 舅妈居然跳槽了 只有看最后时间才 就知道新希望幕后的主人到底是谁了 接下来 有请 孔青兰小姐 替 新希望药业剪彩 新希望药业的主人呢 新希望的主人不便露面 所以恳求孔小姐代理 新希望药业没露了大主 竟然不愿意露面呀 你看现场的工作人员 80%都是张十一要的班底 怪不得态度那么轻悲 原来是长好下家了 竟然让曹天凌晨了光 我可是妈妈的女儿哎 张小玉不会觉得这样 我说林家就得请她回去吧 我要让林家给她道歉 舅妈不就是给新希望药业打工 有什么了不起 小玉 喂 林建源 你准备一下 等一下我们去离婚 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我只跟你五分钟时间 时间到了废墟里 爸 不管小玉是什么身份 我都不会跟她离婚的 对呀 我们还是把妈妈请回来吧 妹 你也看到你妈妈有多嚣张了吗 不就是加入新希望药业 尤其什么 不对 她能站在那里 就说明她在新希望药业 有一定的地位 你们难道不想知道 这请了槟城黑白两道 中刀大人物的新希望药业背后的靠山是什么吗 这新希望药业是一块大鱼肉 如果林家能分到新希望药业一点点的市场份额 我们就会赚得盆满钵满 比以前还要多 所以说呀 更不得跟妈妈离婚了 只有妈妈才能接上新希望的线 对 所以说是让我们通过小玉去结识新希望的人 如果能跟新希望合作 人家翻个五六倍的不成问题 说不定新希望药业里还有更厉害的人呢 是啊 小玉 五分钟到了 去离婚 妈 小玉啊 这婚千万不能离下 剑原也是气头上说的话 你别在意啊 是啊舅妈 舅舅那不是着急吗 小玉 都是我的错 我给你提离婚只是想吓唬吓唬你 希望你赶紧回来 其实你们担心的是黑尊财团的投资吧 帮子 臭小子 这里拿着你说话的份 帮子 怎么一叫眼子臭小子 这里拿着你说话的份 就是这是我们林家的家事 够了 这里是我干儿子 轮不到你们说他 小玉 我那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哪能真的跟你离婚 开玩笑 离婚这有事也能开玩笑吗 当初你们牺牲我 把我赶出林家也是开玩笑吗 行了 我们赶紧去离婚吧 妈 这么多人呢 被人笑话了 怎么回家再说吧 现在知道丢人了 当初把我干妈赶出家门的时候 我们不怕人笑 小玉 你 既然林家容不下我 还是离了吧 哎 小玉啊 不能离不能离呀 竟然 赶紧给小玉道歉 小玉 我对不起你 都是我的错 我给你道歉 是他一个人的事吗 当初离婚的主意是 你当是你小子 给你舅舅 送主意 现在让你舅妈生气了 你也不是我 他就要陪你道歉 快来来 认错 老头子甩锅 真是一把好手 小玉啊 你看 我也替你出气了 这以后的事 回家再说吧 好吗 是啊小玉 慢着 慢着 想我干妈回家可以 现在你们林家上上下下 都给我干妈道歉 你什么意思啊 张主我妈对我们林家要五喝六的 就是别太欺人奈慎 田林说的没错 你们要是想让我回林家 就得答应我的条件 小玉啊 你看 我这老头这么大四出来 这个 回家咱再陪你道歉行吗 这 这这么多人呢 有诚意的道歉 还会终于成 这该死的乔天林 真想将他牵都弄我 算了 为了林家 林家所有人 跟我一起 跟小玉陪你道歉 小玉 对不起 好 我可以原谅你们 但是天林 必须跟我一起回去 哦 没问题 没问题 你高兴了吧 臭不要脸的 所以你怎么想 我只在活干 既然我们林家又再次重归于好了 那小玉啊 你们心希望幕后老板是谁 你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是谁重要吗 怎么不重要啊 现在整个槟城药业 都被心希望集团给垄断了 我们林家都快没有饭吃了 你就把心希望这个老板接受我们 愿训识 以后再说吧 怎么能再说呢 现在我林家到了最危难的时候 你赶紧告诉我 合着你们让我回来 就是为了西西方幕后的人 你们林家就是这么想了是吗 合着你们让我回来 就是为了西西方幕后的人 你们林家就是这么想了是吗 不是不是 对不起小玉 我我们不提这个事了 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就是昭昭和天林的婚姻 妈 我才不要嫁给乔天林那种抽不压脸的混蛋 就是啊 乔天林从咱们家白吃白喝的还不够吗 还要大上表妹 小玉啊 你这不是把招招我火坑里推吗 干嘛 你也别勉强了 我本来也不喜欢你招招 乔天林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也不愿意嫁给我吗 那我嫁给天林哥好了 佳晴 你说什么呢 既然天林哥不喜欢招招 招招也不想嫁 那干脆我嫁给天林哥好了 佳晴 你被乔天林灌了什么迷魂汤了呀 他除了长得帅点 其他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地方 招招其实天林哥挺好的 只不过为人很低调 不在乎那些荣华富贵而已 他那时孤家虎味都是装出来的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 行了 你们别吵了 这件事重场俱舞吧 干嘛 你找我 天林 你能把三大虎放给我吗 可以啊 你就不好去为什么 只要您要我就给 其实 我药这股方并不是为了临家 而是为了给赵家过目 按照宾城医药行业的规矩 只要赵家不同意 你的产品就不能上市 那么多的医疗机构都见证过 还需要他们 我看这赵家 就是想私推咱们新希望的药方吧 李李 赵家电话 我 天林 赵家的电话 怎么说 赵家说让你去的 武剑 干嘛 不早了 您早点休息吧 你早点休息 张总 张总 五湖伤会的人来了 什么 五湖伤会的人来了 快请您进来 还不亲自下来迎接 你就是张小玉啊 是啊 张小玉你好大的价格 您知道我们五湖伤会的人要过来 还不亲自下来迎接 竟拍下阿妈阿狗的人过来 你们新希望根本就没把我们五湖伤会放在银里 不好意思啊 刚好我们在处理药物 不知道您大家光临 还望见了 那你态度不错 我是五湖伤会放在银里 我说五湖伤会放在银里 五湖伤会女士之一更为新的助理 杜介 这次过来 这要通知你 经过我们五湖伤会严密的考察 准许新希望的驾 不知道您说的加入 是名义上的加入还是 加入五湖伤会 无条件交出三大股方 有钱大家一起赚不好吗 这不是名义上 五湖伤会涵盖着各行各役 但由我们五湖伤会 为你们新希望保驾户行之下 你们新希望未来疯狂无限 而且你觉得你们新希望 能守得住的三大股方 我可是听说 各方势力 现在都在打股方的主意啊 加入我们是最正确的选择 强盗而已 说的还冠冕堂皇的 你谁啊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连他都是勉强 又跟我说话的字 不好意思啊 他是我告诉你 张晓月 张晓月 你连自己的干儿子都关你不好 你还怎么管理工夫 我们五湖伤会找到你们 是你们最大的荣幸 可是我干儿子说的也没错 那由于你什么意思 你脸没有脸啊 哎 谁给你的男子 还这么跟我干嘛说啊 你你什么 你打的可是五湖伤会的人 将来打了五湖伤会的脸你 你 你打的就是你五湖伤会 回去告诉你五湖伤会 喂 张晓月还有你 五湖伤会找不了你们你 快 你们等着点 我 思琳 急下回闯大祸了 彻底把五湖伤会得罪了 他们肯定会报复的 干嘛 你不用担心 区区一个五湖伤会 我来解决 张总 赵佳在电话找您 不用接 赵三爷 赵三爷来 请进 请进 哇 你的胆子越来越大 连赵家也不放在眼里了 赵三爷拿你的话 您您就算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我也不敢得罪赵家呀 你已经得罪赵家了 你没有同志心希望的人 去赵家报备吗 那我也左右不了人家呀 完整的血痕膏和养生股方 是赵家的 还有血鬼高低成本腰材 高效的股方 也是我们赵家 私人担感潜入赵家倒酒股方 是你赵家你以前的股方 平平 你给我告诉他 一天之内 赵家下跪血醉 否则 他 天灵 干嘛 我都知道了 天灵 要不你就去赵家交代清楚 不然赵家会一直缠着你的 干嘛 我来处理 你不用管了 先生不好了 我手下好多人被打了 都是赵家的人 赵家说 这个仇我记下 天灵 心希望的职工莫名其妙的被打了 干嘛别着急 被打入血股膏 低大损伤害问题 都不得 不行啊天灵 他们身上都是大动漫 血股膏没用啊 我还是跟你送他们去医院吧 好干嘛 我马上看不去 好 干嘛 不是说好了去医院吗 任何医院大小医卦都不接受我们的人 任何医院大小医卦都不接受我们的人 好 我知道了 这样 你让所有的伤员都来吸气吧 我来接受 赵家 好阴险的一招 先是打伤人 然后再利用大厨 去让虚无高失职点 这样 所有的伤员都只能去医院 治疗 然后再控制所有的医疗机构拒绝接诊 这样一来 所有的伤员都只能本死 看着血量看 那怎么办啊天灵 放心吧干嘛 我来想办吧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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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就这么点出血尾 就能止血吗 你说呢 我当时就是被先生一直点出宗师的 拿上你这帮你去抓药 怎么可能 哎 好好明白 天灵 赵家瑜来电话了 要不咱们还是去说清楚吧 不然以后更麻烦 也更危险 好 行了吗 行 那我先下雨开车 赵家 我让你们付出代价 天灵 待会儿去赵家 你一定要把事情坦白清楚 告诉他们 这三大股方是你母亲留给你的 你可千万别装什么大事 说说股方是你们改良的 赵生意能直接识破你 刚帮你放心 我自有分子 赵老家人给我滚出来 爸 人来了 要我一个老头子去迎接他们 如此怠慢赵家 你让我一个老头子去迎接他们 让他在外面跪上半天再来见我 是 谁敢在赵家门口撒野 张晓月 你是不是在乌龙的智商 能改良古方的人 再厉害 也是我爹那个年纪 你来个小屁孩来 你混弄谁啊 赵三姨啊 他是我干儿子乔天林 孙大古王就是他给我的 这其中我误会 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你小子口气不小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乌二楼王他们 张三爷我真的没有骗你 他的确是我干儿子 这其中我误会 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不用 让他来解释 我 干嘛 你这样的 走啊 愣着干什么啊 他愣着干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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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跪下 我们赵家三三五四同志你来 你竟敢无事 真是好大的胆子 现在就跪下给老子磕头 什么时候 老爷子满意 你才能起来 一群蝼蚁 也配上我跪下你 你 老三 你再拆什么啊 我要见的是改良古方的大师 你带来一个毛头小的算怎么回事啊 是啊 三叔 这外面也太荒谬了 爹 真是他 我已经和杨连海无二再三确认过 不可能 我赵军夫动成一道七十三 从十岁开始研究一道 什么样的一道天才我没见过 能够有所成就的 其年龄大多数都在四五十岁 就是三十多 已经是天纵之姿 早就被国医馆选走了 他再一遍 也无非就是非非这样的成就 连我都做不到 是他一个毛头想的怎么可能 是啊三叔 你该不是被他们联合给骗了吧 我想起来了 张小玉说其中有误 没有误会 三大古方就是我改良朝完整版的 不可能 这么年轻能做的这一步 在国医馆都不可能 这名不见经传的小子怎么可能 爹 张小玉刚刚都找了三大古方 其实是这小子母亲留下 没有什么高人的存在 我就说嘛 肯定是这小子胡说 所谓的误会 只不过是我不想让我干妈操心他 三大古方就 你小子真拿自己当蓝菜啊 三叔 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 咱们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多简单的事啊 小子 我爹可是想遇兵城的神医 你有没有本事 他一事便知 我凭什么接受他的测试 还有什么测试 哼 我看你是怕露馅吧 我拿到三大古方 那是你运气啊 我们面前装大师 你简直就搬门弄府 我有什么本事 凭什么像你 妄刺 在我赵轩湖面前竟敢如此狂妄 在赵家 在兵城 没有人 这是赵家的规矩 听见没有 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赶紧让我爷爷测试 你是不是有真本事 如果我说不呢 啊 啊 啊 你竟敢打我孩儿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休想走出我赵家 忘了告诉你 今天我来赵家就是来算账 本来只要你解释清楚 我们赵家是不会为难你的 和你作死 这下谁都救不了你了 让我向你们解释 你们配吗 你们赵家为了抢夺古方 先是三番五次的挑衅 然后又伤及无辜性 这就是你们赵家 可想烧废话 暗影走失 给我杀了这小子 敢当着我的面打伤三意 如果我还让你站着 我们就不配当暗影宗师 你手下的那些人 也是我们做的 怎么样 泄流不止吧 你小子今天的下场 会和他们一样 受死吧 果然是个花拳秀腿指指吹牛的小子 死不足惜 暗影宗师擅长暗器 利用暗针封住敌人穴位 使其血液倒流内力无法 你死到临头话还真多呀 只不过在绝对内力面前 都是皮毛而已 我误会 他们可都是大宗师级别 宗师界 在我面前不值一提 你 你是大宗师 什么 大宗师 赵先不该死 你们赵家 的确该死 误会 这些都是误会 误会 误会 又是谁说 这三大谷方是我偷你的账 啊 大宗师 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赵宣胡 怎么可能做这种寡仙廉耻的事呢 爸 混账东西 你这个混账 啊 你们赵家自诩强大却草菅人 被你们打伤了五百分 冰城没有任何一家医疗机构专制 要不是 他们就会血流不止直至死 那么我想问一下 我比你强 是不是也可以玩弄你们的行 大宗师 我赵宣胡愿意承担所有的错误 只要保全我赵家 我赵宣胡愿意临死 这是冰西药卖 是的先生 赵宣胡愿意临死 赵宣胡愿意临死 这块地你得让开 这什么 你不愿意 不不不 不要说这玄冰药卖了 就是我赵家整个庄园都没问题 只是这药卖种什么死什么 你懂什么 这药卖霸道得很 不是什么药物都能撑得住 你得让他认得得 得镇压他才能被你死 先生这是学识渊博呀 我赵宣胡从已几十年 比不上先生的一点皮毛啊 这是李白草那老小子的国色天香 是的先生 但是我们现在只有国色天香的残方 一直没有补全 这下你再试试 这两位药材是属性相克呀 相克相生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好了 照顾好我的药卖 晚点在这找你 天麟你没事吧 坐下我没有为难你啊 干嘛我没事我就实话实说了 什么事 天麟哥哥快来救我 我在天海饭店 天麟哥 你不能说你被绑架了吗 嗯 其实今天是冰城一道圈的年轻一位组织了一个交流会 我跟他们说 天麟哥哥的一道天下无敌 但是我怕你生气 所以我就把你给骗来了 你去 哎呀求你了天麟哥哥 你要是不去的话 我就跟他们说我是你女朋友 哎呦 家沈女神 快快快快快快坐快坐 女神 这也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大师吧 对啊 他就是我跟你说的一道无敌的大师 什么中中一道府都不在话下 家禽啊 这么年轻的一道大师谁信呢 咱们这个年纪能看懂一张古方 都是佼佼者了 是 能独自写出一张普通方子 那都是一道天才了 是 我跟你说啊 这槟城一道能叫得出名字的 怎么不在五六十岁以上对不对 对啊 三四十岁的都没有 能二十岁 别吹了 那根本不可能 哎我说你小子就这么看着家禽替你吹牛 也不阻止一下 他说的都是事实 我干嘛吹 真不要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血发膏和养生丹 都是天麟哥哥研发出来的 还有先希望药液的血腹膏 低成本高疗效的 也是他研究出来的 佳晴 你怎么被这家伙变成团团传啊 哎呦 谢师兄你可上来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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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谢师兄可是我们 冰城一道界的第一天才 看他一会怎么伺服你这张虚伟的面具 哎呦 谢师兄你可上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去 谢师兄可是我们 冰城一道界的第一天才 看他一会怎么伺服你这张虚伟的面具 佳晴你来了 因为你啊 我可是放下了手头 一切事物我就敢来了 谢师兄好 呦 这怎么还有一男呢 哎 谢师兄你可不知道 这佳晴女神非得说她是什么 一道天才 我看哪就是一江湖片子 我们谢师兄啊 才是一等一的人才 是协会年轻人里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听说啊 连一神赵玄虎都想收他为徒呢 哎 什么第一名啊 这要说冰城一道第一啊 那还得是赵家的赵 哎哎 对对对对这也是 这赵大 绝对是一道界第一的天才 那未来绝对是能进入国艺馆的存在 这赵小姐这一道境界 那可不是我能比得了的 我听说啊 他已经开始推演残缺的古方了 这算什么 我天灵哥哥直接改良了三大古方 哎呦 佳晴啊 你在开什么玩笑啊 这即便赵小姐一道天府绝伦 可这改古方的事儿 别说是他了 就是赵玄虎老爷子 他都没有这个能力 你说这小子能改良三大古方 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 就是这么不可能的事儿 我天灵哥哥就是做到了 哎呦佳晴啊 你这就是被骗了 这压根儿不可能的事儿 这即便是下国一道至高无上的殿堂 国一管都不可能发生 我骗你了吗 当然没有 哪怕是天灵哥哥骗我 我也愿意 哎呦女神 谢长兄 赶紧揭穿他的真面目 别让女神再被骗了 你不是能推吗 好 我就给你写一个要方 你能说得出他的名字 我就扶你 放心吧 不是什么股方 就是常见的一个药方而已 很简单的 没兴趣 放心吧 不是什么股方 就是常见的一个药方而已 很简单的 没兴趣 你不不来 乔天灵 你什么意思 你根本就不会吧 天灵哥哥 你肯定知道的 你快告诉他们 我没时间陪你了 乔天灵 你除了会在佳芹面前 信狗开拓说大话 提他一概不动 就是骗子 看一识 天灵哥哥 他们都在质疑你 你不生气吗 全世界质疑我的楼里口派 难道我还有一个一个的取证吗 天灵哥哥说的有道理 嘉庆听你的 行了 大家都别理这个野小子了 我跟你们讲 最近我在中医协会 就获得了一项研究成果 谢师兄你太厉害了 你跟赵小姐这么年轻 就获得了这么多成就 真是太厉害了 听到我心里直痒呀 太想见见赵小姐了 谢师兄这么厉害 能不能把赵小姐 请过来我们一起啊 那可是赵家 我有什么资格 能让赵飞来 不行 今天我一定要在嘉庆面前 威风到底 赵小姐 在下谢星秋 我们正在沙海饭店开展 一道界的交流会 不知 可以 我正好有个股方有突破了 好的 那我光红您 师兄你太厉害了 你连赵小姐都能请来 哈哈哈哈 不足挂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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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赵小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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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小姐都来了 你竟然还敢做 乔天林给我站起来 赵小姐来了 乔天林 乔天林 您怎么在这儿啊 赵小姐 您认错人了吧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先生 这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还敢谎称自己是一道大师 我都说了 天林哥不是骗子 我为了考验他 特意写了一张药方 让他说出名字 他半天都说不出来 诶赵小姐 您这是 放肆 这种垃圾考验先生 你再污辱谁呢 连我爷爷都没资格考验先生 谁给你的胆子 谢青秋 你该不会以为 我赵家没脑子吧 我不敢 赵小姐 我怎么敢的 谢青秋 你应该知道 我一直在研究 国色天湘古方的事 三年了我都没有听 今天是先生帮我补全了 否则 我在研究二十年都没用 先生对不起 先生对不起 是我自以为是顶撞了先生 我爷爷已经下雨 今后赵家 随时今后先生调请 谁敢跟先生做对 就是跟我赵家做对 先生 我本来是打算单独拜访您的 先生正好巧遇 我赵飞实际上有一事 先生 我本来是打算单独拜访您的 先生正好巧遇 我赵飞实际上有一事 什么事 先生 我要追你 我想叫你女朋友 什么 是我先喜欢先生的 你有女朋友也没事 我愿意坐下 别胡闹了 你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再说 让你坐下 你爷爷还有整个照片能够 你同意啊 你们两个打坐 啊 这川菲和女神一起摘摘都拒绝了 这么好的没事 好 女孩 姐姐就是我男神 那好吧 今日我就先告辞了 嘉晴你怎么在这儿 周周 我让天林哥陪我参加医学交流会来着 乔天林 你怎么也在 我不是告诉过你让你离嘉晴远一点吗 你根本配不上他 我觉得嘉晨女神跟先生很配啊 对啊 先生是我偶像 最优秀的男人 就没有先生配不上的 你们是不是脑子坏了 他不过是个装装样子 和我妈孤家补卫的混蛋罢了 而我林昭昭 我接触的圈子 根本就是我难以启迪 哎 我还不送完呢 姓张的 你这却做的太不适了 我们好心好意求合作 希望你能加入武商 你知道吗 这是多少 兵州企业家的梦想 而你 不但这就 还打伤了 兄弟 谁给了你这么大胆子 不是我胆子大了 是你们太欺负人 什么好心求合作 你们不就是想抢走新希望 和散大补方吗 哈哈哈哈 有些话我不说你也明白 这几十年来 只要我们武商会看上的 没有得不到的 再董事 你这是方便重大的威胁啊 不过我们新希望也发事儿 好你个张小玉 我亲自等问题敢拒绝我 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了 干妈我没来玩吧 没事干妈都解决了 解决了 少了这些 干妈你没事吧 这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第一次黑心一样 和我家人健康 第一次黑心一样 和我家人健康 和我家人健康 大家先不要冲动 一切都是误会 误会什么 都意思人了 在我们场面真相后 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阿姨别解释了 感情他们都是有组织 有纪律的抗议 干嘛 恕乎常会 你好 邮件局 请你席的调查 接到通知 新希望药业 产品出现严重的治疗问题 先对新希望药业 进行查封 对其产品 进行审监 对所有人进行调查 麻烦您在上面签个字 我们的产品都是通过承受审批的 怎么会出现治疗问题呢 是啊 我们的产品反馈一直都很好 从来都没有出现不治疗的问题啊 里面的去发膏 导致用户毁容 养心痘 让很多病人神志不清 甚至危害到生命 还有血骨膏使用者身体严重腐烂 现在已经至少有上百人投诉了 而且 你们惹到了硬骨头 什么意思 世首夫人用了你们的屈肝膏 都毁容了 问题很严重 大小月女士 接下来新希望药业暂停运营 所有产品全部下架 接受配合调查 签字吧 黑死的武库商会 竟然敢陷害我们的产品质量 还对世首夫人下手 世首直接下的命令 查封我们新希望药业的 就算调查清楚了 我们新希望药业会损受残酬 要调查不清楚 我甚至会坐牢 干嘛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真相说的是错的 这样我先送你回家 你好好休息 一切交给我安心 妈 都怪你 要不是你把五湖商会的人得罪了 我妈至于说这些苦吗 就是 除了惹祸你还能干啥 你没事吧 照顾好干嘛 又你管 华尔查得怎么样了 现在现在新希望药业的关键 在市场夫人呢 我知道 我亲自去 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 我是张小玉的干儿子 我来找世首夫人 他的脸不是毁容了吗 你等我摸一下世首 人来了放他进来吧好的 你认吧 你都是张小玉的干儿子 张小玉怎么能赚这种丧灵 把我害成这样 他居然在药里参加 现在已经有上海人出现了 而且越来越多 你们怎么能这么干 实不相瞒 我干妈是被冤枉 新希望的产品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魂容怎么说 我就是使用你们新希望的药业才这样 而且多少人使用养生丹 一个个的都吃出老年吃丹了 像新希望这样的黑鞋商业 就该永远的封闭 我可以治好你 更能查明真心 你只要让我看一切都可以 你想干什么 替张小玉销毁证据 你这么年纪 怎么可能治好我 就是要来看我 也是张小玉本人亲自来 害一个儿子 看我不成了笑话吗 今天我来就是处理这件事情 只让您相信 我已经有三位秘义 他们都说 我凭什么相信你个矛头小的 好 那您可以让我看一下 您使用过的权料 不行 产品就是证据 不能 好 我这里 实在太多了 相信我 只要我出手立马就能吃 相信我 只要我出手立马就能吃 一边去 别个人添乱了 激活我给过你 是你 糖烬唱吗 真爸自己干回事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给我滚 告诉张小玉 我一定会彻查到悼 他一定会坐牢的 赵生姻 贵生姻怎么还不来 你还在这干嘛 还不滚呢 滚了 先生您怎么在这 先生好 张淳亚你可来了 快 classics 先生 你快来看看吧 哎呦 赵小医 您看看我这里头快疼死 哎 既然先生已经来过了 我那点玩应该就不丢人现眼了 怎么你们没有请得出手啊 一个毛头小子 能有什么艺术 让他看 那不是胡闹吗 糊涂啊 先生在医道上的造诣 是我赵宣胡这一辈子都无法气急的 甚至放眼纸的花像谷都无人能急 赵山医您就别说笑了 他就一个毛头小子怎么能跟您比啊 我爷爷说的都是真的 先生医术无敌 我赵宣胡是什么人你们都知道 这种时候我会拿这件事开玩笑吗 快追 先生请留步 先生请留步 先生还请回去给施首夫人治病吧 管我屁事 我干嘛要因此 先生你可要想清楚啊 给施首夫人治病 那可是无上的数目 你是不是有病 你愿意治你治吧 站住 今天你治也得治不治也得治 我别逼我放 先生 真的 你们都退下 先生还得请你救治我的妻子 刚才是我眼督 我给过你机会了 小子 你什么态度 可这么对尸首 是不是不想在冰城混了 小兄弟 你是不是太目中无人了 在冰城一亩三分地 不管是谁 都会给我的面 更何况 我是放下三段来请你 我需要给你 你小子也太狂妄了吧 你小 从来没有见过 那么嚣张的人 在我的地盘上 尽感无尽 来 留下下面 乔天麟 什么嘛 完全没有听说过 在我们尸首面前 装什么你装 乔天麟 这么耳熟 乔天麟不就是当时机会四大战神 以及下国高层发布的禁忆 共能插手乔天麟知识的最高知识 还有一夜之间剿灭于飞的人 对不起先生 我给你赔这道歉 要知道是您 就是给我一百个胆子 你也不敢放弃 先生 什么 连你也敢左右 不敢 老夫只是把夫人用过的去横膏藏给你 先生 我一定彻查此事 救出幕后黑手 不知道了 我拿回去看看 别人都在 还是请您 救治我的夫人吧 我说过的话不会收回 不出手 就会出手 先生 老夫虽然能够缓解夫人的症状 但是却无法治愈夫人的脸 他可以 我 对啊 我有先生刚帮我比辰的国色天香 我可以 好 太好了 请请请 下 再给你 天哪 完全修复了 今天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真的修复了 太感谢你了 而且一点都不疼了 其实你们啊 应该感谢先生 這庭三虎方是先生把我改的 不然我也臉製不出來 看來咱們真的錯怪他了 沒想到他年紀輕輕 藝術居然如此之高明 等我好了我一定跟文道歉 而且我們要還新希望一個公道 來人呢 聽我徹底的查 我這兒要看看 事實在先生背後打的鬼 媽 怎麼樣你這人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本來我們全都在接受審查 可審查到一半 就突然把我們全都給釋放了 可能只審查一半啊 會不會是市首已經派人查出了 新希望藥業是被陷害的 所以才放了你們 不上會社的局 怎麼可能就經意被查出來 新希望藥業的老闆是怎麼說的 對了 他說一切都會解決的 媽媽我回來了 天玲 沒事了乾媽 對了我還拿到了出事的 全物產品 裝什麼啊你說沒事就沒事啊 張總藥堅局對新希望藥業的封控 取消了 一切都恢復正常了 三方部門認定 新希望藥業的產品 沒任何質量的問題 可以繼續生產和出售 並且承諾要對陷害者追究到底 太好了 全部都解決了這麼快 是不是新希望藥業莫護的老闆出手了 這也太厲害了 事情這麼大 一會就解決了 我看新聞上說 是趙飛又有一種股方 救好了石頭夫人的臉 化解了這場風波 趙家真是一者人心 Tyson 長ỏ不 Campaign 士手一家想請您吃飯 想要當面致歉和感謝好 林秘書 請進 快醒前 我就不進去了 我是來給您送請鐵的 士手及夫人 想要邀請你們一家 您說什麼 您沒開玩笑吧 放心 哎 你不要再把美女似的 我看你 很棒 你先不要提? 你先不見 你 你別再這麼做 你別再做 放棄 你別再說 你別再放棄 我 我 你在說 那麻煩可大了 可我妈肯定要把他拽上呢 这样 这张情帖让你爷爷去 那还得是你呀这方法庙 走吧干嘛 走去哪 当然是他家世首晚宴了 怎么没人邀请你吧 世首是派人送来了情景 我的宴会跟你有什么关系 什么意思 世首的四张手捡情帖 我我爸妈和我爷爷有你什么份 世首的私人眼睛乔天林 自己是什么身份 自己心里没个数吗 人要有自知之明 不靠我妈你什么也不识 天林干妈也不去了 干妈在家陪你 没事干妈您去吧 张总 林总 世首您好 林家千金 胡言 这位是我的父亲 笔人林盛斌 没人了 这位是 石手这位是我的父亲 笔人林盛斌 没人了 没人了师手 就不四個人 不是就四張清帖嗎 失手忽然怎麼了 沒事張總 來來來 裡面請裡面請 請請請 怎麼做事 該請的人沒請來 這演習還有什麼意義 原來不是請過 失手是我的失誤 我馬上去請 來來來坐坐坐坐 我們還是再等等吧 失手 一切都挺勉強 先生說他剛好對不對 呃 真是讓你們久等了 這樣啊 首先我和夫人呢 呃 向你們 和新希望耀眼 陪你道歉 有什麼 對不住的地方 還請你 捨不得啊師手 張總 我這邊有一個想法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張總 我這邊有一個想法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來我們坐坐坐坐坐坐坐 哎 不知你是否願意和我 易姐進來 以後啊 咱們就有姐妹相扯 我當然願意夫人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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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家 太榮幸了 那你坐啊 就不要叫什麼夫人了 叫我姐姐便好 好的 姐姐啊 還有 新希望耀眼的事情 我已經派人跟進了 相信 很快就能還你 我已經到他 那太好了姐姐 新希望耀眼剛剛起步 以後啊 還請您多多招呼 好 好啊 以後啊 我們就是一家人了 來 乾一個 乾一個 小玉啊 我真是低估了你了 沒想到 你在新希望的地位 這麼的高 如今 就和世首夫人結為姐妹 不要忘了 林家對你的好啊 還行 就那樣吧 只是沒想到 這新希望耀眼 背後的老闆 實力那麼強 不僅成功快速的 解決了假藥崩波 還讓世首親自送到門外 這新希望耀眼 背後的老闆 究竟是誰啊 這些 會是天林做的嗎 小玉啊 你就別賣官司了 只要能沾上新希望耀眼 一點點的光 我們林家就有可能 東山再起啊 是啊 李秘書能夠把請貼 親自送到咱們家 這說明你跟幕後大老闆 關係肯定不一般 你說句話 他肯定會同意的 是啊媽 我也想知道 新希望背後的老闆 到底是誰 小玉啊 你是不是去了新希望以後 看不起我們林家了 林監員 你抓頭我了 不是小玉 我求你你告訴我吧 拜拜我 哎小玉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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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幹嘛 你沒事吧 幹嘛沒事 就差點一批人 幹嘛 你是在路上走得好好的 為什麼會突然摔倒 沒事田裡 就一場意外 問那麼多幹什麼 全家上下就你一個天天 混吃東西的肥 幹嘛 到 那送你去 學長 天裡 你先去忙吧 乾媽一定能死 什麼事啊 我看著你乾媽摔倒 雖然車可以 但是那司機還是加速了 這是要殺人滅口啊 而且我看著車裡的人都拿著刀呢 就是來殺你乾媽的 事物胡商會 果然是先生 一猜就中 我就說我們這麼順利的解決藥品治安 他們怎麼會善把乾修呢 傷我乾媽 我讓他們口 我已經查出來就是翟國坤吃甜的藥品 和這次車禍就是他們乾的 翟國坤 小郎 給我 傷我乾媽 我讓他們死無葬事之地 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都已經辦到了 相信這次警告足以震盛到新希望藥業了 這才什麼 過幾天才弄死幾個 我看著新希望啊 早晚會被我吃掉 那提前恭喜老大 啊 唐小龍 你來幹什麼 你爺爺我就是來幹你的 你坦的是真大呀 我看你是公然想和五湖商會對抗了是嗎 對 我就是來命你五湖商會的 如何啊 真是似乎兩利啊 別看你現在晉級中師了 但是我告訴你 在我的商會 中師是大有人在 他可以在冰城橫行日記 我說 唐小龍 你在冰城也算是赫赫有名的幫派 被這個傻小子呼來換去的 你不覺得丟人嗎 多謝先生能跟隨先生 是我這一生最大的榮耀 廢話少說 我乾媽的事是你做的 是我的幹什麼 小子我告訴你 車是我開的 這次只是警告 下次可就是這 小子我告訴你 我還有六個中師 六 六 也說六 再來一百個也行 上 先生這是什麼暗器好厲害呀 上次照老闊家暗影宗師的暗箭 據說專職宗師 我就拿來玩玩 沒想到還派上路上 我聽說暗影宗師和我們舞蹈修行 你清查之明 而且必須繼續倒流 才能使用這個暗器 要不然就會走火入魔暴斃而往 我還聽說照神醫家的暗影宗師 修煉了三四十年 入建效果 您隨便玩玩 就能把他們的統領學會 我還有這個 我他暴斃 我我 哎呦 謝我乾媽哥 謝我乾媽倒是吧 小龍 若廢要去的是你算了 他流浪一些 讓他回去告訴你一聲 我喬天麟要滅了你 你是 我是五湖商會最高理事杜芳童彤 我對我報警了 張總別緊張了 我們五湖商會 一直扭乘著誠信有愛的態度 來幫你談合作哟 也許是錢 花上了點不快 但是今天 我作為最高理事來 你還感覺不到我們的誠意嗎 相信 也知道了 這次車庫 是你賣的 你說這錢 生不不帶來 死不帶去 你有情做 也有命化 再說 你還有溫暴 看兒子吧 天麟 昭昭 你 張總 生氣 我們不是 還活動 我們五湖商會 不是什麼黑社會 只要你交出三大 我 希望 共鳴 正是兩圈七圈 哈哈 我可以答應你 但是我的逃脅 一 無商會不得干涉信息棒的任何事 一二 無商會的一要領 必須以信息棒的一個體力來發展 一三 要公開的天麟室 我只收到二年 一四 必須按照信息棒的一手 哈哈 沒問題 張總覺得沒問題 小字吧 你 好啦 Ricky 你 א 這是 這位是五湖商會中邀理師 都放工先生 我們正常商討心希望 加入五湖商會理師 好啊 你好你好 你能是五湖商會 那多大的榮擬啊 快去忙 哈哈哈哈哈 啊我答 他你是期待你 哦 喝得愉快 喝得愉快 哎 你慢走 先生 我跟他们提问一个条件 就是要安插一个新希望的女士 我讨论一下 还是觉得没块好吃 好啊 你们遇上的都行 是不是遇上 是有事 那就更好了 爸恭喜你 干嘛 你为什么 无声会的人没把你体验吧 干妈没事 可是干妈 把孙子弄过 交给无声 什么 对不起啊天员 干妈妈 妈你跟他要什么线 他算老几 我算老几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干妈开心 妈 刚刚来的人是不是身穿灰色西装 年龄大约 是啊天灵 你怎么说 可能当然是假的 学生干什么 你怎么还会这样是假的 你干妈 没合同是假的 干妈 没合同是假的 怎么会啊天灵 干妈可是留后照的 五股商会再如何 也不会领压法律之上吧 而且也会要求尸首他们来参加见证 不会有错的 合同上可是有五股商会的盖章 你是不是觉得除了你以外 别都是傻的 就是 我还要马上就入主五股商会做理事了 怎么会是假的 是真的 我刚刚亲耳听到他说的 好笑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还可最高理事见面 哎 我说全联林 你是不是看不到我们林家过得好 你非要跟我们惹的都是事 你才甘心是不是 放心吧天灵 等签约仪式那天就都清楚了 哎我说 一会的签约仪式就别带着 赵天灵去了 是啊 他去了就知道天麻烦 难道人家在现场喊 五股商会的合同是假的吗 这 干妈 你们去吧 不用管了 天灵 没去念过 都这个时候了 那杜总怎么还没来啊 人家派桃大管来一会很正常 但是宾客都到了 连失手和失手妇人都到了 妈 你要不给杜总打个电话问问吧 您好杜总 您到哪了 喂你谁啊 我是张晓玉啊 今天是咱们的签约仪式 我们不愧是忘了吧 什么签约仪式 我们五股商会 可没签过什么合同啊 怎么会呢 咱们合同上白紫黑 就签着呢 你别讹我嘛 你要不仔细看看 合同上是谁签的字 这个签字人翟国宽 已经被你干儿子打死 不是摔完了 而且那个印章 也是他偷走的 这份合同 可不具备法律效果 哎妈你怎么了 完了 全都完了 副还没完 杜总 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乔天理 你怎么能把杜总弄成这样呢 你折大祸了 你这个祸害 他将来来我们不够多吗 哎 今天把事情解释清楚 不然后过你 张一师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鬼迷心劲 骗了你们三大股方 你然后你 滚 哎哎 谢谢 干嘛 你满意吗 满意满意 林高先生 五股商会 那三大股方 扑通制作的药物 已全部停产 还有之前 五股商会陷害新希望集团的一些证据 我们已经搜集齐了 目前已交给了有关部门 这位年轻人究竟什么事呢 竟然拼成这么多名门望族地方 你四大战神都提名于乔天理 还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混子吗 爸 我们之前都做了什么 我们永远无猪啊 天理 没想到你竟然有这么通天的本领 吃干嘛 吃干嘛 我都提供你了 没有什么 比干嘛 您更重要 各位 不好意思 刚刚发生一场小闹剧 今天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生 那就是 槟城的新药王 张晓玉 其实我这一路走 多亏了一个人 他也是新西方背后真正的老板 他就是我的干儿子乔天林 终于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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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 别让我 מא神 老板 咋 侍 � глаза 欺 их